各位親愛的來賓大家好大家午安 歡迎來參加由CASE台大科學教育發展中心所主辦的 探索基礎科學系列講座第16期 命運交響曲的四大樂章 發聲、錯聲、重聲及再聲 本期講座將同步Live網路直播 歡迎各位在現場以及在線上收看轉播的觀眾朋友 和我們一起觀賞今天的講座 本期講座也特別邀請到台大生命科學系 陳俊鴻教授、李清宇教授 以及台大昆蟲系張俊哲教授擔任講座顧問 台灣登革熱、疫情頻傳、并美文的傳播速度 遠超乎我們的想像 今天特別邀請到台大醫學院 寄生蟲學科的肖信鴻教授 他將會介紹并美文如何繁殖 以及如何透過生殖調控策略 來抑制并美文的數量 歡迎大家來參加第16期 由台大科教中心主辦的探索基礎科學系列講座 我們這一期的主題是胚胎發育 也就是在探索受精卵如何受精 然後發育成一個能夠獨立生存的個體 有趣的過程 今天是第四獎 我想在座很多朋友是 已經前幾獎已經來參加過了 我們的這個顧問 剛才我們師傅也已經介紹過 大家可能在之前的這個螢幕 這個介紹也已經看過 有三位顧問 一位是台大生命科學系的陳群雄教授 一位是台大生命科學系的李馨宇教授 李教授今天在現場 還有一位是台大昆蟲系教授兼主任 張俊哲教授 我們第三場就上一場演講是 找請到台灣的果蠅專家 孫穎漢教授 專案研究院的孫穎漢教授 對台灣人來講起碼 我想可能全世界各地都一樣 你講到蒼蠅 你不能不提到蚊子 蚊子這個跟蒼蠅 當然是我們這個 跟我們人有密切關係 這個關係當然有正面有負面的 我每次到了夏天 就是被蚊子咬的時候 然後又打它打不到 我每次都想到說 我們人類對於這些深奧的科學 這個自然的奧秘已經有那麼的 深刻的理解 可是我們還是製造不出一隻 這個靈活的蚊子 所以我對蚊子真的是有很高的敬意 那我們今天的講者是 就是台大醫學院寄生從系的老師 教授 蕭信弘教授 他就是台灣的文字專家之一 那麼蕭教授是台北醫學大學畢業 然後後來他應該是考上 法國政府的公費留考 因為只要是公費 這個大概都有競爭的 然後在2000年到2005年 到法國攻讀博士學位 是在這個 斯特拉斯堡路易巴斯特大學研讀 那他的指導教授 可能剛才這個最後 我已經看到 我們螢幕上也有介紹 是獲得2011年諾貝爾生意獎的 這個Hoffman教授 那他就是研究這個聶文 他的研究主題就是聶文 那他2005年畢業之後呢 他在2005到2008到美國加州大學 Riverside分校做博士後研究 然後2008就回到台大任教 他今天要談的這個題目 大家看到這個很生動的一個題目 就是謀受崛起吸血鬼的誕生 這裡的吸血鬼當然就是 指的就是蚊子 這個我們現在就來聽蕭老師 來跟我們介紹蚊子的種種 蕭老師 今天很高興來到這邊 那首先要謝謝高老師的開場的介紹 那當然也要謝謝這個主辦單位 特別有這樣子一個講座 讓就是對這個課題有興趣的人 都可以來一起來分享 那我今天主要要講就是 我看這個圖案大家就知道 這個是一個吸血鬼 這個其實是一個蚊子 它的複眼 然後它這是一個有基因轉直的蚊子 那它會發紅色的這個螢光 那我想在座的各位 可能有蠻多是高中生 也有一些是這個社會人士 那我想可能大家會來這個主題 應該是大家在小時候的時候 多多少少都會對昆蟲 應該是蠻感興趣的 那就像很多小朋友一樣 他們對這個昆蟲都是很有興趣的 那覺得昆蟲很漂亮 那也覺得它很有趣或是很可愛 那但是呢也有一些昆蟲 就並不是那麼可愛了 那這邊是有幾個比較 不是那麼可愛的昆蟲 那像這個蟑螂 那這個是紅火椅 那這個是蚊子 那這個是追鼻蟲它在主要在中南美洲 會傳播一些重大的疾病 那這個也是那個虐蚊 會傳播虐疾的 那這個是體濕 跳蚤 臭蟲 跟彩彩銀 會造成非洲睡眠病的 那不只這些 其實有很多的昆蟲 真的不是那麼討喜 那也會傳播很多種疾病 所以呢就會有人問說 奇怪為什麼你要研究昆蟲 因為我算是跟這個蚊子接觸 有大概快二十年的時間 那常常我都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大家就會問我說 你為什麼要研究蚊子 因為通常一般人看到蚊子 就是避而远之 不會有人想要親近蚊子 那可是我的實驗室裡面 隨時都有幾千隻蚊子 那當然牠們是關起來的 那所以為什麼會要研究昆蟲 那昆蟲牠其實在地球上 是一個最大的一個族群 那牠佔地球所有的物種 大概百分之八十左右 那已經知道 而且有命名的昆蟲的種類 大概有超過一百五十萬種 所以牠是非常非常大的一個族群 而且牠會每年造成全球 大概有三分之一的農作物的損失 像我們有一個成語 不是說這個蝗蟲過境 蝗蟲一過境 大概這個作物 大概就這個無一倖免 那另外呢 牠這個昆蟲呢 牠也會造成全球 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口 受到這個疾病的感染 等一下會稍微介紹一下 昆蟲 尤其是蚊子會給人類帶來什麼樣的疾病 但是很好玩的是 雖然這些 這個昆蟲牠會帶有這些病源 可是呢 這些這個昆蟲對於病源 牠多半呢 都會有抵抗的能力 也就是說 例如說 像這個我們了解的這個燈格熱 那牠是由藉由蚊子來傳播 可是呢 牠會造成人類有這個燈格熱的疾病 可是蚊子牠本身不會得燈格熱 所以這個就是變得很好玩的一件事情 好 那蚊子會傳播疾病 大概有這幾種 那上面是比較重要的 像左邊這個 Malaria 就是瘧疾 那瘧疾 大概一年會造成 這個3億到5億人的感染瘧疾 那大概會有 大概60到80萬人死亡 是因為瘧疾 那第二個是燈格熱 那這個也是這幾年 在台灣我們比較重視的疾病 那尤其這兩年 在高雄跟台南 造成很重要的疫情 那其實全世界來講 燈格熱也是一個很重要的疾病 每年大概會有 大概5000萬到大概8000萬左右的人 感染燈格熱 那大概會有50萬到100萬的人 死於燈格熱 那另外還有就是這一兩年 大家非常害怕的 就是這個Zika 那它最一開始是在這個 尤其是今年 從去年開始 在這個中南美洲 有很大的這個流行 那另外還有 這個像這個曲弓病 這個可能稍微少見一點 不過它在這個東南亞 倒是蠻蠻頻繁的 那還有過去我們台灣 也有大流行的這個日本腦炎 那以及在美國 所造成流行的這個西尼羅病毒 那這些其實不只這些 這些都是蚊子所傳播的疾病 好 那這個 可是大家對於這個蚊子 所造成的疾病的這個死亡的病例 我剛剛說很多 可是這個多或是少 這個是一個比較的 那這個是 這個是從這個世界衛生組織 所拿到的這個數據 那這個是一個概略的一個統計 就是每年平均這個 死於這個cancer 死於癌症的這個死亡的病例 那排名第一個是long cancer 就是這個肺癌 大概一年會有 超過一百萬人是死於肺癌 那再來就是胃癌 或者是肝癌 或是自腸癌 或是乳癌 大概都是 大概四十萬到七十萬人的死亡 所以當然我們知道 這個癌症確實是一個 非常嚴重的一個疾病 那每年也造成非常多人的死亡 那可是我們再回來看 這個剛剛說到的 這個由蚊子所傳播的疾病 那當然比較嚴重的是這個malaria 就是這個瘧疾 那瘧疾一年會造成 三億到五億個的這個病人感染 那大概會有八十萬人死亡 所以它的嚴重程度 其實不亞於這個癌症 那另外還想想看 不只是死亡的 它三億到五億人感染瘧疾 那你想想看 如果一個人感染瘧疾的時候 他大概就沒有辦法 暫時無法工作 那他這個家人要照顧他 然後這個國家也要付出 很大的這個醫療的成本 所以這個感染的這個人數這麼多 其實是一個更嚴重的一個 對社會還有經濟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衝擊 那另外呢還有一個就是 剛剛說到這個人數這麼多 可是到底是怎麼樣的多法 有人去做一個統計 就大概平均每三十秒 會有一個在非洲有一個兒童 是死於瘧疾 所以我們剛剛到現在 大概如果以現在是三點十五分 所以如果從現在是兩點十五分 如果是以這個從兩點開始的話 已經有三十位小朋友死於瘧疾了 但這個我們在台灣可能沒有辦法 深刻的體會到這樣子的一個數據 可是這個在非洲是真真實實的 在他們生活裡面 那很多的非洲國家 他們甚至那個小孩子 五歲以前是沒有 是不取名字的 因為他們小孩子如果 要能成功活過五歲以後 才能真的比較安全的活下來 那五歲以前他們大概很多會死於瘧疾 所以這個聽起來在我們好像是很遙遠 可是以我們現在這個 整個台灣跟我們全世界 有這麼多的這個聯繫 我們其實不能忽略這個問題 那這個錶呢 是這個比爾蓋茨他們的基金會 他在幾個禮拜前做的一個錶 那這個錶呢 是在告訴我們 就是平均每年會殺死人類的物種 有哪一些 那他們大概會殺死多少人 那排名第一的是 這個就是看圖就知道是蚊子 那蚊子真的可以說是人類的頭號殺手 那一年大概會殺死 造成八十萬人死亡 那很諷刺的就是排名第二名是人 那各位常常知道 尤其是最近很多戰爭 所以這個人類殺人 其實是比其他的動物都還要狠的 那每年會造成大概超過五十萬人死亡 那這個是人類的自相殘殺 好 那我們還是回來講蚊子 那蚊子在分類上 它是屬於這個 蚊子動物們裡面的昆蟲缸 然後昆蟲缸 昆蟲缸其實是 蚊子動物們裡面最大的一個缸 然後呢 它是屬於昆蟲缸裡面的雙赤木 那它又是屬於雙赤木底下的蚊科 那蚊科裡面大概可以分三個亞科 等一下我會稍微提一下 就是巨蚊雅科 虐蚊雅科跟這個家蚊雅科 好 那蚊子非常多種 全世界有大概超過三千種的蚊子 好 那剛剛有說到 他們有分屬三個亞科 就是虐蚊雅科 家蚊雅科跟巨蚊雅科 好 那最大的一個亞科是這個家蚊 它有大概三十六個屬 好 那超過兩千五百種蚊子 好 那這個是全世界的種類 但是台灣真的是寶島 台灣這麼小的一個島 也有138種蚊子 好 那這個是幾個比較嚴重的 那有一些是在台灣有的蚊子 有一些是沒有的 好 那像第一個這個鋼比亞虐蚊 這個其實是在非洲 造成這個虐疾最重要的一個病媒蚊 也是造成最多的這個死亡人數的蚊子 那另外像這個矮小虐蚊 其實我想各位很多都是看起來都是很年輕 那可能沒有感受到這個其實過去 虐疾在台灣也造成很重大的流行 那尤其是在剛剛光復的時候 那其實每年大概還有一百萬到兩百萬個這個 虐疾的這個病例在台灣 那在台灣過去主要傳播虐疾的這個虐蚊 就是這個矮小虐蚊 那也有這個中華虐蚊 那另外呢比較常見的就是這個 佳蚊雅科 像這個熱帶佳蚊 熱帶佳蚊我想應該 可能大家不知道它的名字 可是可能大家應該都對它不陌生 通常你們快要睡覺的時候 就會在耳朵旁邊有這個 這種聲音 這個通常就是這個熱帶佳蚊 不讓你睡的 那再來就是這個三般佳蚊 這個是在過去主要傳播這個 日本腦炎的這個病媒蚊 那現在台灣這個日本腦炎的這個病例 也比較少了 那另外還有比較常見的 就是一般的這個大樓裡面 或者是說在建築物裡面常看到的 就是像這個地下佳蚊 那另外兩個比較重要的屬於佳蚊雅科的 就是這個埃及斑蚊跟白線斑蚊 我想這兩個大家應該都常常聽到 他們的名字 那埃及斑蚊它是比較屬於 這個不耐寒冷的蚊子 所以基本上我們在台北市 是看不到埃及斑蚊的 那它的分布地區 只會在嘉義的布袋以南的各縣市 簡單來講就是它跨越不夠左水溪 那這個白線斑蚊的話它是比較耐寒的 就是它比較可以耐冷一點的這個蚊子 所以全台灣都有這個白線斑蚊的分布 那可能有些人會問 就是說為什麼台灣主要傳播這個燈隔熱的 其實是這個埃及斑蚊 而不是這個白線斑蚊 那當然這個跟他們的習性有很大的關係 因為這個埃及斑蚊剛剛說到它比較不耐寒冷之外 所以它就只會在南部 而且它其實是一個宅女 它比較喜歡待在室內 那這個白線斑蚊它是比較喜歡在戶外的蚊子 那通常你想想看如果一個人 他如果不幸得了燈隔熱 他大概就是會在家裡或者是在醫院 那這個時候呢 因為埃及斑蚊它喜歡在室內 所以它比較有機會跟病人接觸 那當它吸了這個病人的血之後呢 它就很容易把這個疾病傳播出去 那還有一個原因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 這個埃及斑蚊它吸血的時候 它的警覺性是非常高的 也就是說它在吸血的時候 你如果手稍微揮一下 它就會跑掉了 然後可能再會去吸下一個人的血 所以這樣子它可能 它在吸飽一次血的過程當中 它可能必須要接觸三到五個人 那這樣子會造成它的這個傳播的機率是比較高的 但是白線斑蚊它是這個比較 這個梗直的蚊子 它比較堅持 它一定要吸飽血它才肯走 所以呢往往呢 在你發現它的時候 你就一手揮下去它就死掉了 所以呢它就比較沒有機會再傳播出去 所以這個是為什麼 這個埃及斑蚊在台灣 是比較重要的傳播的登革蚊的病美紋的原因 那今天的主題其實是 當然是以造了這個生殖為主 那這個是蚊子它的這個生活史 那這個是它的這個成文 我們應該大家多多少少都有看過 那蚊子羽化之後呢 通常是公的會先羽化出來 然後再來是母的會羽化 會緊接著羽化 那它們之後呢 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交配 那交配完之後呢 這個母蚊它就會去尋找 這個血液的來源 它就會去吸血 那吸血之後呢 它大概過到三到五天 它就會產卵 然後卵之後 它會再孵化成這個幼蟲 那一直到這個蛹 那變成成蟲 那這樣子的一個時間 這樣一個cycle 大概需要八到十天的 這個八到十天左右的這個時間 那有時候會 如果溫度稍微冷一點的話 那可能會稍微久一點 那如果溫度比較高的話呢 那可能就會比較短一點 好 那我們先來看 它的這個蟲卵 那個蚊子所產出來的卵 那其實蚊子會產出來的卵 其實每一種蚊子 它產出來的卵 都會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雖然看起來都是蚊子的卵 可是有一點點不一樣 那我們先看 這個是蚊蚊產出來的卵 那它呢 它其實這個每一種蚊蚊 有一點點差別 可是基本上它都是這個樣子 它的卵 它的這個外面 有一個這個float 就是我們可以叫做 這個浮囊 就是像游泳圈的功能一樣 它會讓這個蚊子的卵 讓它可以浮在水面上 那我們都知道這個蚊子的幼蟲 我們通常又稱作絕絕 它會在這個水裡面 這個孵化 所以它必須浮在水面上 然後呢之後它就會孵化出 幼蟲出來 這個是虐蚊的 這個卵 那如果是斑蚊的話 就不太一樣 斑蚊的卵它產出來 它沒有這個游泳圈 它就是單顆單顆的 沒有這個浮囊 那所以呢它就會產在這個半乾的 或是稍微有一點潮濕的這個泥土上面 那也因此呢它可以比較耐這個乾旱 或是比較惡劣的環境 那當有一個雨 有一陣小雨或者是淹水的時候 那它就會浮化出來 那這個是斑蚊的卵 那如果是加蚊的卵 又不一樣了 那加蚊的話呢 它會很多的卵 形成一個這個卵阀 像竹筏一樣 那它一顆的單顆卵 是沒有這個游泳圈的 它會形成一個卵阀 然後呢它會一團聚集在水面上 那當然它也是孵化也是需要水的 那有水的話 它就會孵化出來 好 這個是它們的卵 那它們的幼蟲呢 這個是放大的圖啦 其實非常的小 那我想大家應該多少都有看過 好 那這個是幼蟲 那它後面會有一個呼吸管 像這個 這個是呼吸管 所以它基本上是倒掉在水裡面 這個是水面 那它會透過這個呼吸管來呼吸 那這個是蛹 那蚊子的蛹 是我們叫稱作這個螺蛹 不是那個什麼票房破衣要螺蛹 它是沒有蛹殼的 所以它這個蛹也會動 然後呢它會有兩根呼吸管 這個就有點像史瑞克的耳朵一樣 那這個是蚊子的蛹 它大致上會長這個樣子 好 那這個是我們來看一下實際上的圖 剛剛有講過 斑蚊還有虐蚊跟加蚊 它們的這個蚊卵是不太一樣的 好 那斑蚊的這個卵呢 它是單顆單顆的 沒有這個游泳圈的 好 那如果是蚊蚊的話 它就會每一顆會有這個float 這個游泳圈 浮囊在旁邊 那如果是加蚊的卵呢 它就會形成一個一個一個卵法一樣 會浮在水面上 好 那這個是它的這個幼蟲 那加蚊或者是斑蚊的幼蟲呢 它都會倒掉在這個水底下 然後會有這個呼吸管 但是呢 蚊蚊跟人家不一樣 蚊蚊的這個幼蟲呢 它是沒有呼吸管的 那但是它也有氣孔 但是它的氣孔呢 是它的這個腹部這邊 所以它必須平貼在這個水面下 這樣子它才可以呼吸 好 那這些是一些比較常見的蚊子 那當然有些人可能覺得蚊子很討厭 可是你們如果把這個放 像這個我們以這個放大的圖來看 其實你可以覺得它非常的漂亮 可以算是一種藝術的結晶 好 那左邊這個 這個就是這個虐蚊 那這兩個都是虐蚊 那這個是熱帶加蚊 就是我剛剛說的 會在你耳朵旁邊吵的 通常就是這個熱帶加蚊 那這個是在我們戶外 台灣的戶外滿常見的 這個白富蟲蚊 好 那這兩個 就是這個白線斑蚊跟埃及斑蚊 就是在台灣最主要傳播登革熱的病美蚊 好 那上面這個是白線斑蚊 它的身體是黑的 那它的辨認的特徵就是它的這個 背板這邊有一個這個 像白鼻心一樣的一個白線 那這個就是白線斑蚊 那如果是埃及斑蚊的話 它會有兩個細細的線 這個平行線 然後右邊有兩個S 一個大S 一個小S在旁邊 那這個就是這個埃及斑蚊 好 那剛剛有提到 這個蚊子它在分類上 除了這個虐蚊雅科跟家蚊雅科之外呢 還有這個鋸蚊 那這個鋸蚊 它這個大小就大很多 有的甚至跟半個手掌這麼大 可是不用害怕 這些蚊子它不會盯人 它不會也不會吸人的血 它是有點像 它的口氣有點像蝴蝶一樣 那基本上它也是吸花米 或者是樹枝的 所以你看到這麼大的蚊子 其實反而不用害怕 那而且呢 它其實是一種好的蚊子 因為它的幼蟲 會吃其他的蚊子的幼蟲 好 那除了前面講的那三種 這個虐蚊或是家蚊 或者是句蚊之外呢 還有一種 有時候也是有人會常常提到 就是說他們會看到一種 很像蚊子的東西 可能在比較鄉下一點的地方 其實甚至在一般的家庭 都可以看得到 那這個叫做大蚊 那在分類上它其實跟蚊子 它是屬於不同的這個分類 它都是 雖然都是屬於這個長角雅木的 但是它是屬於這個大蚊種蚊的 跟蚊蚊 在這個蚊這邊就已經分開了 那在台灣有超過340種的這種 這個大蚊 我們叫做crame fly 那它其實也是一種好的 它的這個幼蟲 會吃蚊子的幼蟲 那當然它也是不吸血的 那這個是公的 這個是母的 那我們如果放大看它的這個口氣 它其實是一個扁扁的 有點像蒼蠅的口氣 它不是那種像蚊子 蚊子的是刺激式的口氣 會刺到皮膚裡面 但是這個大蚊的話 它就不會 那我們剛剛聽起來 好像蚊子很可怕 很厲害 可是其實蚊子它也有很多天敵 像這個蜻蜓 那是蜻蜓的成蟲 那這個是蜻蜓的幼蟲 叫做水菜 那蜻蜓的成蟲 會吃蚊子的成蟲 那蜻蜓的幼蟲 會吃這個蚊子的幼蟲 所以這個蜻蜓可以說是蚊子一生的天敵 那這個是剛剛提到的那個蜜蚊 它的這個幼蟲 它會吃這個蚊子的幼蟲 還有這個是這個大肚魚 或者是孔雀魚之類的 它們都會吃蚊子的幼蟲 那之前也有人發現這個漸水藻 某些種類的漸水藻 它會去吃這個蚊子的幼蟲 還有如果有人有養這個水族的話 像這個龍獅 它也會吃蚊子的幼蟲 還有這個跳豬 它也會吃蚊子 所以蚊子並不是真的這麼厲害 它也是有天敵的 當然其實最大的天敵是人類 等一下我會講 我們人類是怎麼樣來對付蚊子 好 我們再回來講到生殖的部分 這個是剛剛有給各位看過 這個是蚊子它大概的這個生活史 那它的生活史呢 其實就是要從吸血開始 好 剛剛有提到蚊子它的這個口氣 很多人會以為說蚊子的口氣就是一根吸管 那其實它的口氣是一個非常複雜的一個構造 如果把它這樣搬開來看的話 它除了中間 當然中間有吸管 等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那除了這個中間它的吸管之外 它還有上蚊 下蚊 還有上蚊 下蚊等等的這樣子的構造 好 那這些構造呢 好 那可以幫助它來切開皮膚 好 那也有這種固定的這個效果 好 那這個是 左邊這個是蚊子它的一個簡單的一個解剖圖 好 那我想各位大家都知道 好 這個昆蟲它有這個頭 胸 腹 三個體結 好 那蚊子的話它是 這個是頭 然後這是它的這個胸部 那這個是它的這個腹部 好 那當它吸血之後呢 它的進來的第一站 就是這個中腸 這個英文這叫migat 這個中腸的這個位置 所以它吸血進來之後 就會到達這個中腸的這邊 然後之後會有這個後續的這個 這個繼續的發育 好 那我們再回頭看一下 它的這個口氣的部分 剛剛有提到 它除了兩根吸管之外 這裡有一根大的這個吸管 然後裡面還有一個比較小的吸管 大的吸管是讓它這個 來吸取人類的這個 或是哺乳類動物的血液 的這個管道 那此外呢它還有一個 比較小的一個 這個叫拓線的一個管道 那這個 這個也就是說它在吸血的時候呢 它會分泌它的這個拓液 那它的拓液裡面其實有很多種 不同的蛋白質 那這些蛋白質都現在有大概有 有發現大概有二三十種不同的蛋白 那這些蛋白其實有很多的功用 那像呢有一些會讓我們暫時的局部的麻醉 所以通常你被蚊子釘的時候 通常是沒有感覺的 等到你有感覺已經是腫一個包了 所以它會讓你的這個皮膚暫時的麻醉 那此外呢它會讓你的血管擴張 讓有更多的血液可以過來 那當然呢它也會讓這個 有抗凝血的這個功能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你想想看呢 這個管線其實非常的小 那如果說一吸血一凝血的話 那這個可能它就塞住了 所以它一定要有這個 抗凝血的這個功效 所以它這個裡面會有兩個這樣子的管子 那剛剛有提到 像這個上二下二跟上唇下唇 它就是要來支撐它的一個結構 那它前面呢會有一些特化的一些 像鋸齒狀的這個構造 那這些構造呢 都是能夠幫助它來穿破皮膚 好 那等到它吸血之後呢 會發生一系列的變化 而且這個其實對蚊子來講 是一個非常非常巨大的一個變化 好 那這有一個turn 其實你們不用去記這個英文字 那這個viterogenesis 如果用中文來說的話 可以把它稱作這個卵黃生成的這個過程 那這個意思就是說從蚊子吸血 這個是蚊子它的這個腸道 吸血之後的這個示意圖 從蚊子吸血一直到它的這個卵巢發育 最後成為一個產出來的卵 這整個過程我們把它稱作viterogenesis 就是卵黃生成的過程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非常複雜的一個過程 雖然我們看到的就是它吸血 然後過了兩三天之後 它就卵就產出來 其實中間非常的複雜 那比較用一個就是比較簡單來講的話 就是說它吸血之後呢 它會刺激它的這個腦部 那它的腦呢會釋放一些荷爾蒙 那這些荷爾蒙呢會再去刺激它的這個卵巢 那這個卵巢呢被這個荷爾蒙刺激之後呢 會再釋放出另一種這個荷爾蒙叫agdison 那這種荷爾蒙呢它會去刺激它的這個脂肪體 那脂肪體呢是在蚊子裡面很大的一群構造 它主要是在蚊子的這個腹部 這個空腔的這個地方 會有很大一群的這個脂肪體 那這個脂肪體呢 被這個agdison刺激之後呢 它就會釋放出很多的這個蛋白 那我們把它稱作YPP 就是Yoke Protein Precursor 那我們可以把它簡稱為這個 卵黃生成的這個仙子 那這些蛋白呢都是會幫助這個卵巢來發育 那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是這個VG 就是Bithelogenin 我們可以把它稱作為這個卵黃素 那這個VG它可以進入到這個蚊子的這個ovary裡面 然後呢讓它的這個卵巢可以進一步的發育 那最後呢它會形成一個成熟的卵 然後呢再產出來 那但是這邊要很注意的是就是說 其實這些卵呢 它在蚊子的體內其實都是還沒有受精的 那剛剛有提到蚊子它語化之後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交配 那一支公蚊可以跟很多的母蚊交配 可是呢一支母蚊只會被一支公蚊交配 聽起來很不公平 可是在蚊子界就是這樣 那當這個母蚊被交配之後呢 這個精子從熊的蚊子來的精子呢 會儲存在它有一個特殊的構造 大概在身體後面這邊叫做除精囊 好 然後就會儲存在這邊 然後等到它去這個母蚊去吸血 然後它的這個卵也發育成熟之後呢 當這個卵呢從它的這個產道排出來的那一剎納 那這個從這個除精囊裡面的精子就會跟它受精 所以它的受精是在它產出來的那一剎納 所以在它的體內都是未受精的這個蚊 好 那這個是在這個手繪的圖 是這個蚊子它這個大概的卵巢的長的樣子 那一支母蚊它會有一對的這樣子的一個卵巢 那有點像這個兩串葡萄的這個樣子 那它這裡面一小小顆把它放大來看 是一個這樣子的 那這個我們叫做一個Follicle Cell 可以把它稱作為一個這個卵的細胞 好 那可以把它簡單的分作幾個區域 第一個就是它外面有一層上皮細胞包圍在這個外面 那中間這個是它的這個Oocyte 然後呢 這邊會有大概四到七個細胞 叫做那個Nurse Cell 這個護士的那個字 那這個這幾團細胞呢 它會幫助整個這個Oocyte它的發育 好 那這個是這個有人的這個 真實把它照向來的這個圖 那這個是在它剛吸血的時候 它這個卵巢其實是非常小的 大概只有500個micrometer 那等到吸完血之後24小時 它其實就會慢慢的發育變大 那一直到96小時 吸血之後96小時 其實這個時候它已經幾乎要產出來了 那這個就是產出來就是會是 我們一般看到蚊子的卵的這個大小 當然可能有一些人沒看過蚊子的卵 不過不用擔心 我後面會有一些真實的這個蚊子卵的照片 好 那剛剛有說到 這個它就整個從吸血到產卵的過程 我們叫做vitrogenesis 就是卵黃生成的這個過程 那剛剛有提到它會透過一些荷爾蒙來調控 但是呢近年來也有一些這個科學家發現 其實不只是荷爾蒙 也有很多在它的這個脂肪體裡面的一些蛋白質 它其實也會控制這個卵它的這個成熟 例如說它有科學家發現有一個這個信號傳遞路徑 叫做target of rapamycin 這樣子的一個信號傳遞路徑 那它會怎麼樣調控呢 那我們想像一下 當這個蚊子吸血的時候 它其實這個血液裡面 其實有占了大概20到30%是氨基酸 amino acid 那這些大量瞬間上升的這個氨基酸呢 會透過一些穿磨蛋白 然後呢去刺激到這個細胞裡面的 某一些特別的這個激素 像其中這個呢 這個我們稱作TOR 就是target of rapamycin 這個酵素 那這個酵素呢 又可以激發下游的很多不同的這個蛋白質 最後造成我剛剛提到的這個VG 就是那個軟黃素它的這個生成 那這個軟黃素呢 就是促使這個軟的發育 最重要的一個蛋白 那用一個簡單的圖來表示 就是像這樣子 那左邊這個圖就是當蚊子 還沒有吸血的時候 當它還沒有吸血的時候 這個是它的這個腸道 那裡面的這個氨基酸 其實是很少的 因為氨基酸都是在這個人類的血液裡面 那它這裡面是很少的 所以這個時候呢 它整個這個信號傳遞路徑 其實是靜止的 好 那如果當吸血的時候呢 瞬間的它的這個很多的這個高量的氨基酸 就會刺激這一個路徑它的活化 然後最後呢 會促使這個VG 也就是軟黃素它的生成 那這個軟黃素呢 也就是會促進軟潮的發育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發現 那最近呢 也有一些科學家 他們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那這個科學家 其實就是我們實驗室的一些學生 那他們發現什麼一個重要的現象呢 就是這個是我們一般蚊子產出來的卵 那一般蚊子產出來的卵 大概一隻蚊子 大概可以產大概100顆的卵 那它剛產出來的時候呢 其實是有點透明偏白色的 那大概呢 要經過一個小時的時間 它會有一些化學的變化 它會變成黑色的 那這個會變成黑色 對蚊子的卵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過程 因為這個黑色素呢 它其實是以很多黑色素組成的 它會提供它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保護的功能 它是比較堅硬的 可以抗這個比較乾旱的環境 那讓裡面的這個胚胎 可以順利的發育 所以這個是正常的過程 可是呢 我們發現了一個很奇特的現象 這個是某一個 這個在蚊子裡面很特別的一個發育相關的一個基因 那如果我們利用一些分子生物學的技術 把這個基因把它關起來的話 也就是說 我們讓這個蚊子再暫時 暫時不會表現這個基因 然後呢我們讓它一樣讓它吸血讓它產卵 那我們就發現了一個很特別的現象 就是蚊子的卵呢 會有大部分的這個蚊子的卵 它不會變黑 就是還是一樣白白的透明 那這個對蚊子來講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衝擊 因為這些白色的卵都孵不出來 都沒有紙袋 也就是會造成它很嚴重的一個不孕的現象 通常人類大概通常是一次產一胎 那有一些有雙胞胎 是比較 那也有三胞胎 那是那個比較少 但是蚊子呢 它一次 它一次大概會產一百顆的卵 所以它如果有一半以上的卵 不會孵化的話 對蚊子來講 是一個很嚴重的一個打擊 那我們就去探索說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那這個是用這個掃瞄電子顯微鏡 來看蚊子卵的一個圖 那這是一個正常的蚊子的卵 那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一個像米粒狀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構造 那各位注意看 前面它這裡有一個很特殊的構造 這個構造呢 叫做Micropile 那Micropile是什麼呢 我們如果把它放大來看 它會是有一個像黃罐 這樣子的一個構造 那如果說把它看正面的話 我不知道各位可以看得到看不到 它有一個孔洞 那這個孔洞呢 就是這個卵 它產出來的時候 精子要進去的地方 我剛剛有提到 這個蚊子它的受精 是在它產出來的那一剎那 所以它就是要 精子就是要透過這個孔洞 進入到這個成熟的這個卵裡面 那這樣它們才可以受精 那這個叫做Micropile pole 就是這個紋軟要進去的這個地方 那如果進去的話 它才可以順利的發育 那大概三天到這個四天之後呢 那裡面的這個幼蟲 大概也發育了差不多了 然後呢 它如果碰到水的話 它就會鑽出來 那它鑽出來的時候 也會用一個很特殊的構造 我們剛好照到一個很漂亮的一個圖 這個是這個叫做破殼器 就是把殼打破的一個機器 有點像我們在開罐頭的那種 那種那種工 那種概念一樣 它會在裡面一直旋轉 因為它是一個很堅硬 一個尖尖的一個構造 它會在紋軟裡面 一直一直一直旋轉 然後把它這個軟殼轉開 然後它就會跑出來 所以這個是它的這個正常的這個過程 那我們發現呢 就是如果 我前面說的那個基因把它關掉的話 我們因為看到一個現象 就是如果那個基因被關掉的話 它會有很大的比例的重軟 它不會變黑 那我們後來是發現 如果那個基因被關掉的話 其實是會造成它的這個 這個特殊的這個micropile 這個整個構造呢 就壞掉了 那這個構造壞掉呢 精子當然就沒有辦法進去 精子沒有辦法進去 當然就沒有胚胎發育 所以會最後會影響到 整個後面的過程 全部都沒有 等於就是造成它的 很嚴重的一個不孕的一個現象 那後來我們又當然去了解說 為什麼會造成這樣子的一個現象 那裡面是不是有很多不同的蛋白 來一起來影響 那最後我們是得到有一個概略的一個圖 也就是說這一個 就是剛剛提到的這個notch 那個特別的一個基因 那它會調控在蚊子裡面 像這個JNK還有GATA 這兩個不同的基因 它們的這個活化 那最後呢 它會影響 它會透過它整個 它的一些 這個它進入到核裡面 然後會影響一些調控 這個micropile形成的一些蛋白 那導致呢 這個micropile它沒有辦法順利的做好 那這樣子它精子就沒有辦法進去 所以這個是一個算是一個蠻重要的發現 那也其實就是給未來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暗示 也就是說我們如果說可以找到 抑制蚊子它生殖的一個關鍵的基因 或者是一個方式 其實我們是有辦法來對付蚊子的 好 那當然就是說我們不可諱言 提到蚊子 我們一定要提到這個登革熱 那尤其在台灣這幾年 登革熱的這個情況其實是非常的嚴重 好 那我們說以全世界來看的話呢 這個是亞洲地區 那各位可以看到綠色的 深綠色的部分是比較有這個登革熱疫情的國家 大概從印度 東南亞 還有這個印尼 馬來西亞 甚至還有台灣 其實都是有登革熱的這個疫情 那如果是在美洲的話 不論是中美洲或是南美洲 尤其是巴西 巴西每年大概有60萬到80萬個 這個登革熱的這個病例 所以這個其實是一個蠻嚴重的一個問題 那另外在非洲 其實也是一樣有相同的情況 不過非洲有更嚴重的 非洲有這個瘧疾 好 那我們再回來看台灣 除了我們要看世界之外 我們再回來看我們的台灣 這個是我們的疾管署的這個統計 那這個是2015年的數據 那各位可以看到 我不知道有沒有在座有人從老家在台南高雄 那你們應該就很清楚 那這個是去年 去年台灣登革熱總共有超過4萬3千個病例 那主要的病例都是集中在台南跟高雄 那我們如果回顧一下我們的這個登革熱的歷史 那這個是我們有正式的官方記錄 從1999年開始計算 那各位可以看到 其實從1999年到2013年 我們其實台灣每年的登革熱的病例 都是維持在2000例以下 除了2002年有一點點這個突出以外 通常都是在2000例以下 但是2014年很奇怪 那就是造成了15000例的這個登革熱的病例 好 那到了2014年年底的時候 那個時候其實有很多專家 還有流行病學者 他們也提出一個這個觀念 就是說因為可能就是因為台灣的登革熱的 這個流行的趨勢 大概就是10年到12年一次 那所以以數據來看 上一次大流行是在2002年 所以2014年有一個大流行 之後應該就沒有問題了 結果沒想到去年 2015年是非常嚴重的一年 有43000例的這個登革熱的病例 好 那這個是我們台灣 這兩年比較嚴重的一個狀況 不過今年情況是好轉很多 因為有這個2014年跟2015年 這個慘痛的教訓 那我們也成立了這個國家級的單位 包括我後面會提到 我們成立一個國家級的這個 文媒傳染病研究中心 那高雄跟台南他們也都分別成立了這個分部 那他們也各自成立了這個登革熱防治中心 那政府單位其實花了非常多的力氣 在做這個登革熱的控制的這些措施 所以今年好多了 這個也是從這個我們疾管署的統計數據 我們如果看10月的話 今天剛好是10月底了 那這個是往年 這個10月的這個登革熱感染病例的統計 如果以2014年來看的話 2014年到10月的時候已經有9000例了 那2015年到10月的時候已經超過2萬例 可是今年到現在我們只有600多例 所以看起來今年的疫情應該相對來講 是好轉很多 好 那我們過去對於這些蚊子 所傳播的疾病呢 我們大概能夠對付它的方式 大概就是以三種策略來對付 第一個就是來製造疫苗 那前面提到那些很多蚊子會傳播的疾病 那多半都是沒有疫苗的 除了這個黃熱病 黃熱病在美洲是比較流行的 還有非洲 那黃熱病它其實是有很好的疫苗 那還有日本腦炎 日本腦炎也有很好的疫苗 但是這兩種疾病在台灣不是沒有就是非常少 那我們比較關心的是這個登格熱 那登格熱其實這一兩年其實已經有疫苗上市 可是這個疫苗的效果其實並不如預期的好 那像這個法國的一家公司叫Sanofi 那他們在去年他們上市了一種疫苗 那他們也在這個泰國做了很大規模的測試 有超過1萬人的測試 可是後來發現他的保護力只有大概6成 而且他的保護的對象只能介於9歲到45歲的人 那對於比較小的小孩跟老人 那他的保護力是不夠的 那台灣登格熱的病例多半是這個老人 那當然也有流行病學家去做這樣的一個推測 為什麼台灣的都是老人 反而是沒有小孩 那有一個比較的對象是跟泰國 那泰國每年大概會有20萬個登格熱的病例 那大部分的這個感染的病例都是小孩 都是這個小學生或者是學齡前的幼童 可是台灣很少看到這個學齡前的幼童 這個感染這個登格熱 那反而都是老人 那當然有些人去做這樣推測啦 因為這個泰國的小孩都是在公園玩 那台灣的小孩都是安親班 所以比較沒有機會 那台灣的老人都是在公園裡面打太極拳 所以比較有機會接觸到蚊子 所以這個是從流行病學的角度來看 不過看起來好像還滿有一點道理 但是不亂如何 登格熱到現在其實是沒有合用的疫苗 那當然就是說 第二個就是說要去開發這個藥物 前面提到的那些疾病 除了這個瘧疾之外 瘧疾其實是有很好的藥物 那去年也有這個 去年的2015年的諾貝爾獎 也是頒發給這個 其中一個是頒發給這個 一個中國的科學家叫圖幼幼 那他就是發現了 萃取這個氫濃素的一個方式 那這個氫濃素其實是對抗瘧疾一個很好的藥物 那但是除了瘧疾之外 其實像登格熱 或者是其他病毒性的傳染的疾病 是沒有藥物的 所以對於這個登格熱來講 就是疫苗也不太行 藥物也沒有 所以其實反而很重要的 我們可以做的 是去做這個源頭的一個工作 也就是說去治本 而不是去治標 那也就是說我們如果可以把蚊子的數量 或者是說蚊子它傳播疾病的能力 做一個控制 其實我們是有機會 可以來控制登格熱這個疾病的 那傳統上呢我們就是用殺蟲劑去噴藥 我想如果說各位有去南部的話 這個通常在五六月的時候 甚至有早一點在四月就會開始噴藥 那但是呢我們都知道其實噴藥其實是不是太好的一個做法 因為會造成這個蚊子也會有抗藥性 那你以後還要再用新的藥 而且對環境可能也會有一些傷害 因為它可能有一些其他的昆蟲也會被一併的殺死 所以殺蟲劑雖然是過去的做法 所以我們現在也一直在想有沒有一些替代的方案 那大概在二十幾年前開始 已經有一些開始一些科學家 他們在做這個基因轉殖的蚊子的這個實驗 那這個的概念就是說 他們如果可以找到在蚊子裡面 有對抗這個登格病毒或者是虐疾的一些蛋白 然後呢利用這個基因轉殖的技術 讓它可以大量的表現 那如果再把它釋放到野外的話 那或許有機會可以對抗疾病 或者是說你如果找到一個重要的因子 它可以抑制這個蚊子可以讓它不孕 然後再用基因轉殖的方式 然後再把它釋放大量大量釋放到野外 或許我們可以降低這個族群的這個數量 不過基因轉殖技術它當然也面臨一些困難 第一個就是說 當然它在實驗室裡面要找出這些重要的因子 已經不太容易 那再來就是說在野放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讓野外這麼多的蚊子都能夠被你的基因轉殖的蚊子所取代 那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技術的門檻 那不太容易去克服 那當然現在已經有一些好像是可用的方式 可是還沒有辦法做大規模的測試 你們想想看一天如果以台北市來講的話 可能就會有幾百萬隻蚊子生出來 在你看得到或是看不到的地方 那你要怎麼樣把這些野生種蚊子都轉變成你要的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技術門檻 那再加上還有很多 所以說一般有一些人對於基因轉殖的東西會比較抗拒 所以這個會有一些困難的存在 不過它確實是一個非常非常先進的一個技術 那除了那個之外呢 那最近也有大概這十幾年 那也有人發現有一些可以利用生物防治的方式 也就是利用共生菌的方式 它其實有機會去抑制蚊子的數量 甚至也可以讓這些蚊子它有抗登革的能力 那我等一下會稍微介紹一下怎麼樣利用這個生物防治 那我們再回頭看一下歷史 其實對於這個蚊子的戰爭 其實我們投入了非常 過去的這些科學家投入非常多的心力 像這個是在1950年代 他們有兩個美國的昆蟲學家提出來的 一個叫做昆蟲不孕技術的一個技術 他們的做法就是用這個輻射去照射熊的蚊子 讓它不孕 然後再把它釋放到野外 那當這些不孕的蚊子 它當然是活的 它只是說它的這個精子壞掉了 所以當它跟這個母蚊交配的話 它其實精子是壞掉的 所以它的這個胚胎其實是有問題的 所以這個概念是很好的 所以就是說它可以釋放這個精子有問題的這個熊蚊 然後跟野外的這個母蚊交配 然後會讓這個母蚊不孕 那最後呢會讓它的這個族群減少 這個看起來好像是蠻合理的 可是也面臨到一些這個缺點 第一個就是說它必須要去釋放大量的這個不孕的這個熊蚊 那這個就不是說放幾千隻 這個是放幾百萬幾千隻的這個熊蚊 這個量是非常非常大的 而且你必須要定期的去釋放 再來呢就是說這些不孕的這個熊蚊 它其實健康狀況是比較差的 其實這個是可以想像 這個熊蚊已經被處理過 被這個輻射線照過 本來就是比較弱 那如果你想想看如果你是母蚊的話 你會想要跟這些怪胎交配嗎 應該是不太會嘛 所以這個在野外 其實是比較難跟這個野外種的這個熊蚊競爭 然後呢再來還有這個輻射的處理的問題 那這個反而是最不容易的一個地方 那當然就是說你要如果說你釋放的區域 你選擇的區域很大的話 那真的就不太容易去取代野生品種的蚊子 所以後來這個計畫是宣告有一點這個停止 那後來就是有一家這個英國的一個公司 它其實是一個那個Oxford的一個教授 他成立的一個公司 那這是他們的公司這個logo還有他們的網站 他們就提出一個概念 他們就是用釋放顯性致死基因的昆蟲 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中文字每個字都懂 可是連在一起就不太清楚 這個是什麼概念 它就是這樣 它就是呢 它用基因的方式 改造這個蚊子 讓這個蚊子呢 它的體內帶有一個致死蛋白 那這個蛋白呢 會造成蚊子的死亡 可是呢它前面動了一點手腳 它前面做了一個 一個像類似開關的一個東西 所以呢 如果說 當在實驗室飼養的時候呢 它這個開關呢 它可以加了一個抑制劑 抑制這個開關 等於這個開關 在實驗室飼養的時候呢 它是關起來的 所以這個蚊子呢 它當然是可以活的 那等到它大量培養之後 把它釋放到野外之後呢 跟野生種的蚊子交配 那它的這個子袋呢 也會帶有這個致死蛋白 它也會有這個開關 可是呢 在野生種的蚊子 它在野外生長的時候呢 它並沒有這個抑制劑 所以呢 野生種蚊子 它可能在它的幼蟲時期 這個致死蛋白它就會表現 然後這個蚊子就會死掉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前衛的一個觀念 那看起來在實驗室的這個測試 似乎是可以行得通的 但是一樣 這個是在釋放的時候 也是面臨一個蠻大的一個困難 那這個就是他們大概的模式 就是說他們用他們這種 基因改造的蚊子 跟野生種的蚊子交配之後 那產出來的這個子袋 因為它會有這個 會表現這個致死的基因 會讓它的這個子袋 就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活下來 那當然他們也做了一些 一些這個我們叫做這個小地區的一些 野放的這個測試 這個是在巴西 他們在巴西做的一些野放的這個測試 那除了這個基因轉子之外呢 那最近幾年 比較大家比較關注的 就是用這個一種共生菌 來抑制蚊子 它的這個數量的這個方式 那這個是一家澳洲的一個公司 叫 Eliminate Dengue 那這個是 這是他們公司的這個網站 那他們就是利用一種共生菌 那這種共生菌呢 其實它其實本來就存在 野外的一些昆蟲體內 那他們呢 把它這個感染到這個埃及斑紋的體內 然後呢 它的這個最後的結果呢 可以讓這個埃及斑紋它 或者是不孕 或者是會這個 會有抗登革的這個能力 然後呢 再把它釋放到野外 那這樣子的方式呢 可以讓這個野生的品種呢 都帶有這個共生菌 那這個我等一下會再詳細的解釋 那他們呢 這幾年他們也陸陸續續在不同的國家 做一些這個野放 除了在巴西 越南 這個澳大利亞 印尼跟哥倫比亞 都有做一些這個 這種共生菌感染的蚊子的這個野放 那我這邊會稍微一個break 那因為下午的時間 這個我們需要一點點活動 那我這邊有兩個題目 我們第一個題目是先來暖身一下 第二個題目是有講真打 第一個題目 這個是一個好像很多葉子 那我不知道有誰看得出 這邊有一隻蝴蝶呢 你們先看一看 然後 有看到兩個人 你們可以舉手一下 有人有看到有一隻蝴蝶嗎 有看到就舉手沒有關係喔 右上 OK好沒錯 好 就在這邊 這裡有一隻枯葉蝶在這邊 這個同學好眼力 好 下一題就是有講真打 下一題比較暖一點 好 這邊有好幾隻這個單帶假蝶 這個好多蝴蝶在這邊 那各位覺得在這個 這個照片裡面有幾隻單帶假蝶 好 知道答案的就先舉手了 這個是有講真打 我們有一個這個 台大的小書包 這邊 七隻 你確定嗎 不是七隻 不只七隻喔 這題真的蠻難的 其實我考過很多人 都不太容易答得出來 可是真的是有人答出來過 我告訴各位答案好了 是八隻 可是你要告訴我它在哪裡 好 你可以指一下嗎 不是啦 那個不是 這是這邊 這邊 這個可能快對了 來 你指一下 這個同學厲害 這個真的很難喔 他躲在這邊 他躲在這邊 然後我現在這樣 因為這是連拍的照片 這個是我自己拍的 他的翅膀展開了 就看得到了 所以其實這個 我常常在勉勵自己 就是說其實科學的研究 有時候你看第一眼的時候 你覺得好像就是這樣子 一個很普通的圖案 甚至這個圖案 它就是一大堆葉子 可是你如果仔細去看的話 其實你會發現裡面 藏了很多好物在裡面 就像這個圖一樣 你可能就以為就是七隻 一般人 大概百分之九十的人 都會覺得說就是七隻嘛 但是其實就有一隻躲在這邊 其實我們在做很多科學研究的時候 有時候也是這樣 可能就是不小心 我們就會錯過了很多 很多重要的這個東西 好 那剛剛提到 現在比較先進的 來這個控制蚊子族群的 這個一個方式 就是用一種共生菌 那這種共生菌呢 我們叫做這個 它是一種這個 格蘭式陰性的這個細菌 那其實這種細菌呢 它其實在1924年的時候 就已經被發現了 那它有給它這個一個名字 叫做Ubacchia papyentis 那這種細菌呢 它其實在結智動物裡面 是大量存在的 那剛剛有提到 結智動物是地球裡面 最大的一個 一個族群 那大概六成到七成的 結智動物裡面 都有存在這個不同品種的 這個Ubacchia 那當然有一些少數的例外 例如 虐蚊 虐蚊都沒有 在現在 到現在為止 都沒有發現 它們體內 有Ubacchia的存在 然後呢 還有 在台灣流行 這個造成這個 重要登革熱感染 這個 埃及斑蚊 埃及斑蚊 也是沒有Ubacchia存在的 所以這個變成是 很重要的一個重點 這兩個它沒有Ubacchia 所以我們可以針對它們兩個 來做一些 一些 一些 一些改造 好 那這個Ubacchia這種細菌 它其實會造成 不同的這個 昆蟲或者是結智動物 有一些 反常的一些現象 像這個是 這個叫做 細胞質不相容性 還有這個 孤磁生殖 還有磁性化 跟這個Mail killing 就是造成它的這個 子袋的 熊的 會死亡 那我用這個圖 來表示 可能會比較清楚一點 左邊這個 就是它會 某些種類的 昆蟲或者是 結智動物 如果說它感染 這個Ubacchia的話呢 它會造成 它的子袋 可能就會有這個 陰陽的 這種個體的這個出現 那有一些種類呢 它的感染 這個Ubacchia的話呢 會造成它的子袋 它會只有那個 孤磁生殖的現象出來 或者是說 有一些會造成 它的這個 子袋的這個雄性呢 全部都會死掉 那最重要的一個 就是這個 最右邊這個 Cytoplasmic Incapability 我們中文叫做這個 細胞質不相容性 也就是說 如果 如果一個有Ubacchia感染的 這個雄性的這個個體呢 跟野生種的雌性的個體 交配的話 那它產出來的子袋呢 都是不會存活的 那 但是如果相反的話 就不會這樣 這個紅色的是表示 有感染這個Ubacchia的 這種細菌的這個個體 當它跟Wild type的工的交配之後呢 它的子袋都是正常的 它的子袋都是可以存活 但是如果 如果說這個雄性的個體 它感染Ubacchia 跟這個 野生種的這個 這個雌性的個體交配的話 它的這個子袋 是不會有的 那這個是怎麼樣呢 這個是可以用這樣一個圖來解釋 這個我們叫做 細胞質不相容性 那它有兩種 兩種運行的方式 第一個叫做這個單向的 Unidirectional 那意思就是說 例如說 以這個圖來表示 我想各位 這個 高中生物 國中生物都有唸過 那 這個就是 這個是熊的 這個是磁的 那白色的 是代表 它沒有感染這種細菌的 那當然它的子袋是正常的 那如果說 這個雌性的個體 它有感染這個Ubacchia的話 那它不論跟 有感染Ubacchia的熊的 或者是沒有感染Ubacchia的熊的 交配之後呢 它的子袋 其實都是可以正常的 的這個生長 那只不過它會帶有這個細菌 但是呢 如果是 有感染這種細菌的熊的 跟野生種的母的交配的話 它的子袋 就產不出來 就是我們這個 就叫做 細胞質不相容性 那這個是 如果是這種族群裡面 只有單一種的Ubacchia 存在的情況 會有這樣子的現象 那如果是在這個族群裡面 它會有兩種不同種的Ubacchia 那這個紅色跟綠色就是代表 不同種的 這個不同Strength的Ubacchia 這種細菌 那當它們交互作用之後 會變成怎麼樣呢 如果是兩種都帶有 帶有這種同種的Ubacchia交配 它們的子袋是可以正常的發育 那如果是不同種的 例如說公的它是綠色的 那這個母的是這個紅色的 那它們這個子袋 就沒有辦法存活 所以這個我們叫做 細胞質不相容性 那應用上呢 其實這個就非常好用 那這個我們再用這個圖 簡單的圖來表示一下 白色的就是野生品種 沒有Ubacchia感染的這個蚊子 那如果是野生品種的話 公的跟母的交配 它的子袋會是正常的 那紅色的表示說 它有感染這種細菌 那當感染有這種細菌的這個 這個母的呢 跟公的交配 那這個公的不論是 有沒有感染這個細菌 它的子袋都能夠健康的存活 那只不過它會多帶來這個細菌 那同時當然這個也是告訴我們說 這個細菌呢 其實是會藉由母體 來遺傳給它的下一代的 也就是說如果媽媽有這個細菌的話 它的子袋都自然會有這個細菌 那重點就是這一個 就是如果是這個 有這種細菌的公蚊 跟野生品種的母蚊交配的話 它的這個母蚊它其實還是會下蛋 它還是會產卵 只不過呢它的卵是孵不出來的 百分之百覆不出來 就是會死掉 所以呢這個其實就是在我們在 如果我們要消滅這個蚊子的族群的話 我們可以就是利用這種現象 例如說我們如果在埃及邦紋裡面 給它感染特殊的品種的 這種五巴基亞細菌的話 當它跟野生的品種的這個母蚊交配的話 它的這個子袋其實就會減少 那當然這個是你先決條件 就是你的釋放的量要非常非常的大 才能造成這個野生品種的這個族群的這個下降 不過這個已經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那它的這個主要的作用就是 如果剛剛有提到 如果是公的蚊子 它感染這個五巴基亞 跟野生品種的這個母蚊交配的話 它是會產卵 可是呢它的這個卵是沒有辦法孵化的 那很重要一點就是說 這個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其實是要搭配我們政府的一些 我們既定的一些政策 也就是說這個可能沒有辦法是 當作一個主流的一個這個滅紋的政策 可能就是傳統上 可能一些資生員的清除 這些還是要的 因為可能它的釋放的量 可能是沒有辦法達到那個量 那再來呢還有一點就是說 這個釋放的這個 它只會針對我們要去標的的這個品種 例如說我如果說把這個細菌感染到埃及斑紋 然後把它釋放出去 它會影響的就只有埃及斑紋 它並不會影響到白線斑紋 或者是這個熱帶加紋 所以其實這個是很重要的一點 因為以台灣來講 埃及斑紋是一個外來種 所以對一個外來種的這個族群 我們其實要把它做一個消滅 其實這個在生態上 其實是比較沒有問題的 如果說這種蚊子在台灣是原生種的話 那我們可能就要做另外的考量 那還有一點很重要就是說 這種細菌它是不會感染人的 所以我們不需要擔心就是說 如果釋放這個蚊子的話 它是不是會造成 如果人類被釘咬的話 會不會人類被感染 其實是不會的 那此外呢 我們其實我們主要的是釋放公的蚊子 那公的蚊子是不會吸血的 它只會 熊的蚊子 它的主要 它只有唯一的一個方形 它就是要去交配 基本上交配完它大概就掛了 所以它的唯一的 它出現在這個世界上 唯一的功能就是要去交配 好 那這個是我們市面上 常用的一些 Ubacchia的一些細菌 還有它們的一些功能 好 例如說第一個 這個是叫做這個W male 這個品種 這個Ubacchia 這個其實是最早 最早在使用的一個品種 那它是從果蠅 它從果蠅分離出來的 那剛剛有說到 這個Ubacchia在 百分之六十或是七十的 這個結智動物裡面 都有存在 可是例如 也就是說還有百分之三十是沒有 那像這個埃及斑蚊 它是沒有Ubacchia的 所以呢 當初這些科學家的做法就是說 從果蠅裡面把它分離出來 然後呢 再感染到不同的其他品種蚊子的細胞株裡面 那經過三到四年 讓它循化之後 最後呢 再把它感染到埃及斑蚊的體內 那感染到埃及斑蚊的體內 那感染到埃及斑蚊的體內之後呢 後來有做測試 那確實會造成這個 細胞質不相容性 也就是說 當這個有感染的熊的埃及斑蚊 感染這個W male這個strand的埃及斑蚊 熊的跟野生種的母的交配之後呢 它是不會有子帶的 那另外呢 這個如果是這個它的母的 它也會有抗登革病毒的這個一個功能 所以它其實這個 這個strand我們已經覺得不錯了 那後來呢 又發現另一個不同的這個品系的這個 叫做W male POP CLA 那這個也是從果蠅分離出來的 然後呢 在經由幾年的 在不同蚊子的品種的細胞株轉染之後 再感染到埃及斑蚊 那當然它也是會造成這個 細胞質不相容性 可是呢 它更重要的 它還會造成埃及斑蚊短命 好 這個就很重要了 這個是一個 這個對疾病的控制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點 這個當 例如說 這個當一個埃及斑蚊 它吸了一個病人來血之後 那這個病毒呢 它其實在蚊子的體內 大概需要10到14天左右 可以讓它一個複製的一個過程 然後呢 它才有能力再去感染下一個受害者 所以也就是說 如果這個蚊子短命的話 那如果說在這個病毒還沒有成熟之前 蚊子就死掉了 那其實它就沒有機會把疾病傳播出去 所以它會造成蚊子短命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算是一個里程碑 那同時呢 他們也發現 這一個品系的這個Ubakiya呢 它會造成 例如說這個是虐原蟲 它會影響虐原蟲的發育 所以也就是說它這個品系 其實也可以來抑制這個 來控制這個虐疾 那另外呢 還有這個曲弓病 它其實也可以抑制 曲弓病的這個複製 所以這個品系其實是蠻好的 可是呢 後來幾年之後 發現了一個嚴重的問題 因為它短命 所以呢 它在它野外的時候 要它這個 要讓它這個 這種strength 讓它在這個野外的 埃及班紋的這個 族群裡面擴散 會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本身它就短命 所以呢 既然它短命呢 所以它能夠交配的時間 就很短 所以它讓它不太容易擴散 所以我們當然同時希望它壓制 可是又希望說 這一種細菌能夠在野外擴散 所以這個變成是一個它的致命傷 所以後來呢 又有這個 又有這個 2.0版 就是我們又發現了 又有科學家發現了這個 WALBB 這個品系 那這個是直接從 白線班紋裡面分離出來的 然後呢 再把它感染到埃及班紋 那同樣的呢 也會發現它會造成細胞質不相容性 也會有登革病毒抑制的一個效果 所以這個是 這個WALBB 這個是反而是現在 比較好的一個選項 那其實我們去年 我們也引進了這個選項 這個品系 那這個是因為我們成立了這個 這個我們有國家文媒中心 然後有整個計畫支持 我們好不容易把這個品系 把它引進台灣 那我們也開始做了一些基礎的一些測試 好 那剛剛有提到 在埃及班紋裡面 它其實是沒有 沒有這種Ubacchia的 那怎麼讓它感染呢 好 那其實這個其實很簡單 它就是把這個細菌分離出來之後呢 然後把它打到它的這個卵裡面 好 那剛剛有提到 其實這個細菌呢 它其實可以經由卵來傳播 也就是說如果媽媽有的話 它的紙袋就會有 所以這個它的這個做法 其實是你只要第一次把它感染成功之後呢 後面就比較簡單 相對來講 比這個基因轉值會稍微的簡單一點 好 那你要去 你要去那個 讓你的這個大量的這個 這個製備這個族群 也是比較容易的 因為你只要第一次有感染成功 後面它就會自然的傳播給它的紙袋 好 所以用的方式就是 用那個一種毛細管為針 把它打到這個蚊子的卵裡面 好 那當然要做一些這個 一些測試 這個綠色的光 綠色的螢光表示說 它這個是有確定有感染成功的 好 那這個是剛剛提到 那個澳洲的那家公司 他們就是 他們其實在一九九幾年的時候 就開始在發展 用Oubakia 來這個滅蚊的一個技術 那這個圖就是 只是告訴我們 那它最早 剛剛有提到 有幾個品系 是從果蠅裡面分離出來的 然後呢 它必須先在蚊子的細胞株裡面培養 那大概讓它循化四年左右 然後呢 再把它打到這個 埃及班蚊的這個蚊卵裡面 然後之後呢 要進行 其實它這個中間也是經過好幾年的巡化 然後要做一些測試 測試什麼呢 測試就是說它確實能夠造成 細胞質不相容性 然後也會造成有一些抗登革病毒複製的效果 那這些測試都成功之後呢 那當然要做一些 小規模的一些野放的試驗 看看是不是真的可以取代 或者是抗病毒 然後等到小規模的測試 都這個PASS之後呢 才做一些比較大規模的一些野放 那他們公司他們主要的策略就是說 他們希望能夠把他們 這樣子的一個品系呢 能夠取代野生種的這個埃及班蚊 讓這些野生種的埃及班蚊呢 他們都有抗登革的一些能力 那這個是澳洲的公司 他們現在正在這個從事的一些測試 那第一個就是 他們大概主要會有三種品系的這個Ubacchia 第一個就是剛剛有提到的 細胞質不相容性 也就是說如果說這個熊的蚊子 它帶有Ubacchia的話 那當它跟野生種的這個母蚊交配的話 它就會造成它的胚胎的這個死亡 沒有辦法發育 它就沒有子帶 那如果 如果是我要釋放母蚊的話 其實也有它的效果 因為釋放母蚊的話 可以讓這個族群的蚊子呢 帶有這種Ubacchia 那這種Ubacchia呢 它其實是可以抑制登革病毒的複製 所以其實你要釋放公的 有釋放公的的效果 釋放母蚊 有釋放母蚊的效果 那第三種就是剛剛提到的 會造成它短命的 所以它會造成它整個族群都短命 但是後來就是發現 這樣子會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因為它整個族群都短命 所以你要讓它去取代野外的這個品種 其實是有一點困難的 所以現在他們主要的策略是上面這兩種 就是要嘛就是讓它能夠族群的壓制 或者是讓它整個族群可以取代成 有抗登革能力的族群 那這個是他們在實驗室做的一些測試 那左邊這兩個圖 它只是告訴我們說 在不同的蚊子的這個籠子裡面呢 他們確實這種細菌都能夠穩定的存在 那右邊這個圖就是告訴我們 就不同品種的Ubacchia去感染蚊子的話呢 像左邊這個圖就是看感染之後 那在蚊子裡面 登革病毒的複製能力 那左邊最高的這個是沒有感染的 那沒有感染的話 當然登革病毒可以順利的複製 可是如果有Ubacchia的話 它就會有很明顯的壓制的效果 右邊的圖也是一樣 那又最近其實是今年 今年他們又有一個更更更更 比較厲害的一個突破 他們就是呢 讓同一種的這個埃及半蚊裡面呢 感染兩種品系的Ubacchia 那因為前面已經看到他們有一些 這個抗登革病毒的效果 但是他們還不滿足 他們就是在這個品系的這個埃及半蚊裡面呢 在同時感染兩種 兩種Ubacchia 那後來他們也成功了 那他們發現它的抑制登革病毒複製的效果 其實是更好的 好 那當然有人就會問 那到底是Ubacchia 它到底是有什麼樣神奇的魔力 可以抑制這個登革病毒的複製 那當然就有一些科學家 陸陸續續提出一些理論 那大家比較能接受的理論就是說 當這個細菌 這個Ubacchia感染這個蚊子之後呢 會刺激它的這個reactive oxygen species 就是我們可以例如說 像自由基之類的東西 然後呢 它可以去激發它的一些先天免疫的這個能力 然後呢 會讓它這個產生一些抗病毒 或者是抗細菌的一些蛋白 那這些蛋白質呢 它就可以去抑制登革病毒的複製 所以有一些科學家提出這樣子的一個理論 那就是像這個 它就是認為說 有一派的科學家認為說 當Ubacchia感染蚊子之後呢 它可以去激發它的這個先天免疫的能力 讓它去對抗這個病毒的複製 但是也有人認為說 當這個Ubacchia感染蚊子之後呢 它可能會去跟病毒 去競爭它所需要的一些營養的來源 或者是製造這些membrane 或者是蛋白質的一些來源 所以呢 導致這個病毒的複製就不好 所以這個就是有兩派的這個說法 但是我們如果是在實際上應用的話 我們大概就是直接看它的效果 那如果要用這種方式來控制蚊子的族群的話呢 我們大概會有兩個選項 第一個就是replacement 就是我們要把它取代 就是取代成有抗登革病毒的這個品種 或者是說我們釋放蚊子 讓它的整個族群是下降的 reduction 那我們後來我們台灣引進的品種 是這個WALBB這個品種 那這個是一個教授在Michigan大學 他們所分離出來的一個特殊的品種 那他們從2014年開始在廣州做了一些測試 那這個是在廣州的一個島 右邊很像這個船的形狀的這個島 叫沙仔島 那他們就是在這個島釋放 釋放這些具有ウバキア感染的熊的蚊子 如果是釋放熊的蚊子 就是希望說可以做族群的壓制 那當然這個島不是太大 這個島的這個面積 大概就是30萬平方公尺 那它的人口大概就是1800人左右 那不過他們釋放的量是非常的大 他們一個禮拜要釋放500萬隻公的蚊子 所以平均每平方公尺大概是有2.7隻熊的蚊子 但是好處當然就是說這個要有一些教育 就是說告訴民眾說釋放這個只是熊的 那熊的是不會叮咬人的 所以不用擔心 那而且它持續釋放一年 那必須每週都要做一些監測 那最後一年之後他們發現 它的這個族群壓制的效果非常的好 那當地的這些蚊子 它的幼蟲已經有93%的減少 那乘蟲甚至減少95% 所以這個是非常非常明顯的一個壓制 那當然就是說因為它的這個範圍也小了 它這個只有30萬平方公尺 其實是蠻小的一個範圍 但是也可以初期的是看到它其實是有效果的 那當然可能就會又有一個問題 大家會提出來就是說 我剛剛說到要釋放公的蚊子 可是我在這個工廠裡面製造 例如說幾百萬隻蚊子 那我們要怎麼樣把它分公母 我們在實驗室如果只是幾百隻的蚊子的話 其實要分公母可以用人工去挑選的方式 可以用它的大小來區分 但是當你是幾百萬隻的時候 就沒有辦法用人工來分了 那其實他們有一個很簡單的做法 就是用兩片的這個玻璃板 那中間它這個空隙可以去調整 那一般來講公的蚊子的這個蚊是比較小的 那母的是比較大的 所以用把它這個水沖下去到這個 這個中間的這個隔板的中間的這個 之後呢就可以分開來 熊的會在下面 那母的會在上面 這樣子就可以把這個熊的跟母的把它分開 這個是當你如果是幾百萬隻的時候 你只能用這個方法 那個就沒有辦法用人工去挑選 那這個是在兩個禮拜以前的一個新聞稿 那就是在巴西 巴西他們其實登革熱的問題 對他們來講是非常的嚴重 那他們也做了大規模的野放 那他們就是比較大膽 那有時候我們常常笑他們這個 因為拉丁美洲他們這個拉丁的民族 他們比較敢衝 也比較這個熱情一點 他們要做就做了 就不管那麼多了 那他們做法就是他們兩種 就是這個不論是基因轉職的蚊子 或者是有歐巴西亞感染的蚊子 他們都釋放 那這個效果當然就是還持續在評估當中 那我們如果看近一點 其實像這個新加坡 新加坡他們其實也開始做了這樣子的釋放 那這個是他們的新聞稿 這個是新加坡的這個 National Environment Agency 這個是有點類似環保署的一個單位 那他們也在他們幾個某個 幾個特定的點 做烏巴西亞感染的蚊子的釋放 那這個也是他們的網站 那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看他們在一個叫 Bredle Heights的一個地方 來做野放這個 具有烏巴西亞感染的埃及斑紋 那當然就是在釋放這些 其實事前的工作其實是非常的繁瑣 那以我們跟新加坡接觸的經驗 他們其實為了這一天的釋放 他們準備了四年 那包括必須要做一些很多的社區教育 就是說教育民眾 我們釋放這個蚊子 我們的目的是希望能夠壓制 這個蚊子的數量 不然一般的民眾會覺得說 你說你要讓蚊子減少 你怎麼放更多的蚊子來 所以你一定要做一些解釋 而且我們是釋放蚊的 蚊子是不會叮咬人的 再來就是說這些細菌它其實不會感染人 所以它對人其實是沒有影響的 而且更重要的是這些細菌它本來就是存在 這個昆蟲的這個族群裡面 所以它並不是一個基因轉值的一個品種 所以這個跟基因轉值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這個是第一個要克服的點 第二個要克服的點就是說 要去做大量的製造 那像我們實驗室是可以 一個禮拜可以產生 一千支到兩千支的蚊子 可是要一個禮拜產生 五百萬支公的蚊子 那這個就已經不是一般實驗室的規模 這個就是以工廠的規模來計算 那這個又是另一個層級的一個挑戰 那這個簡圖是一個數學模式來估算 就是說我們如果說釋放這些 具有烏巴基亞感染的蚊子的話 會造成什麼樣的一個效果 那這個我們可以把它分做三階段 第一個階段就是當蚊子數量很多的時候 我們就是先釋放公的 那釋放公的跟野生種的母蚊交配之後 它是不會產出紫帶的 所以它的會造成紫帶大量的壓制 但是同時我們當然也會希望說 如果說它還有一點抗登格的效果的話 那就更好 所以在第二階段會小量的釋放一些母的 那這些釋放的這些母的 它會造成這個族群裡面 它可以把它改變過來 讓野生種的族群它有抗登格的能力 但是當然這個同時它的這個數量會稍微上升 所以呢我們就必須再釋放公的蚊子 再去把它壓制 然後呢在最後面的時候其實 另一個選項就是再釋放另一種不同 這個品系的烏巴基亞感染的蚊子 那這樣子的話呢 就可以再一次的壓制它這個族群的這個數量 所以這個當然是用數學模式來估算的 實際上當然是還有一些挑戰 那這個是就是說如果在做這個登格的防制 可以用這個大家很流行的PPAP 第一個就是說我們要去做一些預防的一些工作 例如說清除資深園 這個我們都是了解的 但是當然就是清除資深園 其實有時候也是一個蠻大的一個挑戰 因為第一個你可能不知道它的資深園在哪裡 第二個可能資深園非常的多 所以其實這個不太容易做到 那再來就是說我們當然要做一些保護 那如果你去疫區的話 你可能就要特別的注意 可能要穿個博長袖之類的 那或者是說你可能 例如說你知道現在有疫情流行 那你就要特別的注意 不要就是這個明知山有虎偏往虎山行 那最後就是說可能就是政府 還有我們科學家的一些責任 可能我們就是要想辦法去生產 或者是說設計一些可用的一些策略 或者是一些新的方式 那這個就是今年3月的時候 我們成立的這個國家文媒傳染病防治中心 那其實我們台灣其實投注了蠻多的這個經費 跟人力在做這個登革熱的這個防治的這個部分 那最後幾張我想就是可以勉勵各位 如果這個年輕的學子就是在做科學的話 科學是其實是一個很耗時間 而且又很很琐碎 所以又必須要很有耐心的一項工作 那也就是說如果說你想要簡單又快速的話 這個品質就會差 但是你如果要快速又輕鬆 當然品質也不會好 或者是你要簡單又輕鬆 當然也不會有好的東西 那你如果三者都要 沒有這種東西存在 那這兩個是這個胡適 他寫的 我想各位應該都知道 真的是胡適 那他是告訴我們說要怎麼收穫 就要怎麼摘 也就是說 你想要得到什麼樣的成果 你就一定要有付出 不可能這個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那這個您反勿略 就是我們在做科學也是一樣 我們寧願 就是我們每一步每一步 照步驟來 我們也不要去省略 那您下勿高 就是我們其實就是腳踏實地 那您近勿遠 就是不要浩高勿遠 您著勿巧 就是我們寧可稍微笨著一點 做多一點也不要去取巧 看起來好像比較快 不見得最後會先達到終點 好 那我的演講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 謝謝蕭教授帶來精采的演講 現在就進入問答世界 那我們剛才是已經介紹了這個 因為我們現在是有網路直播 所以大家知道網路直播有時候 重點不是在影像而是在聲音 所以你一定要等到我們同仁 把麥克風遞到你手上 你再發言 那你在提問的時候 先簡單的這個介紹一下 你自己好不好 讓我們大家認得你 好 首先我請歐陽貝斯同學在哪裡 那個教授好 你有兩個問題 不過這個也都是很多人都有的 我允許你兩個都問 所以可以問兩個嗎 對 是的 好 那我是歐陽貝斯納 我是高二的學生 我想要問 北一女高二的學生 對 我是北一女高二的學生 然後我想要問的第一個是 剛剛有提到在做那個 病菌可以感染蚊蟲的應用上面 就是看起來好像是非常有效 那請問他有沒有任何對於環境的負面影響 這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是 我忘記我講什麼了 第二個是那個 就是剛剛前面有提到另外一派學者 會覺得那個病菌會有什麼競爭的那個作用 就沒有很清楚那個部分 就希望可以解釋一下 謝謝 好 你這個問題非常好 因為其實這個也是非常多人 他們想要知道的 就是說這個 Ubakiya 把它應用到野外的話 會不會有一些生態上 或者是任何的 negative 的影響 到現在為止是還沒有 所以這個不能說它沒有 只是說到現在還沒有發現有不好的影響 那可能就是要有一個觀念就是說 因為它這個是抑制特定的品種 也就是說如果說我們的標的物是埃及斑文的話 那它就只會抑制埃及斑文的數量 那如果說我的標的物是某一種特定的昆蟲的話 它就只會抑制某種特定的昆蟲 那如果以台灣來講的話 因為埃及斑文是外來種 或者是說這種昆蟲它在這個原生地是不存在的 那對它你如果是把單一的這個品種的昆蟲 作為一個滅絕的話 或者是說讓它族群降低的話 影響是比較小的 那第二個你問到就是說 就是有一派學者提到就是說 當這個Wubakia感染到蚊子之後 那它可能會跟這個登格病毒做一些競爭的作用 那也就是說 當這個Wubakia它在蚊子裡面 它其實它自己本身也要做一些複製 那當然如果說剛好這個時候蚊子 它又感染登格病毒的話 那病毒在複製的過程當中 它可能會需要用到一些氨基酸 或者是Lipid有一些脂質 那可能會跟Wubakia它在複製的時候 會有一個競爭 也就是說它們的來源是有限的 那如果說被Wubakia拿走了 那病毒它當然它得到的就少 所以這個是一個他們的一個學說 一個這樣子的一個推論 希望這樣有回答到你的問題 好 其實你這次演講 當然因為Wubakia你花了最多的時間說明 這個是似乎是還是比較怎麼講 因為在問到說副作用 那好像感覺上是比起以前的要少 所謂以前就是說 我們會想到的就是用化學方法 對不對 你就是你好像談的 我們用傳統的化學方法你談的不多 是我們現在已經等於說放棄了 還是說不走是怎麼一種情況 現在其實化學方法還是在用 對 但是其實就是說 我們現在想要做的Wubakia 其實並不是想要取代現有的方式 那只是說做一個另一個選項 或者說一個互補的一個方式 那我所謂的傳統方式 其實可能最重要還是清除資生源 這個是最治本的方式 那但是當然就是說 清除資生源當然有其難度 當然 例如說你要不要說清除一個市 一個區 都很難去清除 那例如說 當這個有梅雨季來的時候 那可能一個月都在下雨 那這個蚊子它從這個卵一直到一個成蚊 大概只要八天到十天的時間 所以有時候是防不勝防 所以我們在做這個登革的這個防治的時候 其實是要多管齊下 就是傳統的防治 甚至其實噴藥可能還是難免得噴一些 那就是我們新的方式 也要慢慢的要考慮進來 OK 所以一個是環境嘛 這個是我們都知道對不對 水不要有那些污水 就要有水 然後另外你剛剛講我講化學就是所謂的 噴藥 可是噴藥其實是會產生抗藥性 或者說其他的副作用對不對 所以我的意思說你沒有特別強調 這個噴藥這種方式 對其實就是說當然就是噴藥一定是會有副作用 就是說會造成它 例如說我們以南部我們的標的物是埃及斑紋 那你如果都是用固定的那幾種藥的話 其實長久下來 其實已經有很多學者在做這方面的研究 那他們的報告都是指出 現在台南還有高雄的本土的這個埃及斑紋 其實都已經有抗藥性了 所以這個是沒有辦法的問題 因為這個是已經十幾年來都是這樣子在噴 所以一定是會有抗藥性的 OK 這的確是一個困難的這個科學問題 好我接下來請曾上全 請問蚊子一定要經由它的口氣去刺穿動物的皮膚 才能吸取血液嗎 比方說我能不能將血液腎裝到容器裡面 那這樣蚊子能不能夠吸取容器裡面的血液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今天一個腎裝血液的容器 還有生物體 如果今天蚊子在想要吸血的時候 哪一個對它的吸引力比較大 它會想先去吸哪一個 謝謝 蚊子是不是一定要穿刺這個皮膚才能吸血 那其實我們在實驗室裡面 我們其實有各種各樣的方法 讓它吸血 那除了我們 當然一般我們就是用老鼠 那你說的那種如果說不要透過口氣的吸血的方式 我們叫做artificial blood feeding 就是人工的吸血 那確實是有一些容器我們可以 其實現在是有各式各樣的做法 最早期是用一種玻璃的中型的罩子 然後呢你上面給它鋪一個豬皮 豬腸的那個膜 然後呢這個會吸引它來吸血 那你把 例如說你去抽老鼠血或是抽兔子的血 然後把它放到那個膜裡面 那那個蚊子也會來吸 那最近有一些 有各式各樣不同的一些改進的方式 那有些是用一個鋁板 那那個鋁板上面你可以用那種暖暖包 讓它有一個一定的溫度 因為蚊子來吸血 它主要是被你的溫度 還有你呼出來的二氧化碳 還有你手上面的一些你的體味所吸引 所以你要必須模擬那個吸引它的環境 它才會過來 那所以就是說我們用各式各樣 例如說像那個暖暖包就是 讓它維持那個溫度 那它就會比較喜歡過來 那當然就是說 你說用這種artificial blood feeling的方式 跟實際上用人或者是老鼠來吸 有沒有差別一定有差別 就你喜歡吃剛煮好的食物 還是喜歡吃微波加熱的 這個蚊子也是一樣 或者是冷凍食品 我們大概也不是那麼感興趣 對蚊子來講也是這樣子 所以這剛好就回答到你的第二個問題 就是說蚊子吸血的話 對於容器或者是我們生物的話 哪一個吸引力比較 當然是生物的吸引力比較大 可是有一些實驗 例如說我們在做 如果說我們要讓在實驗室裡面 讓蚊子感染這個登革病毒的話 那我們就非得用artificial blood feeding 因為登革病毒它只會感染人 只會感染人或者是這個猴子 就是說它沒有其他的實驗動物 那我們一般在生物醫學的實驗 都喜歡用老鼠當這個 當實驗動物 可是正常的老鼠是不會感染登革病毒的 所以我們如果要讓 感染病毒的話 當然沒有辦法去找一個 感染登革熱的病人 讓他被蚊子叮了 所以像這種時候我們的做法就是說 要用artificial 就是必須要我們去抽兔子 或是老鼠的血 然後混合著登革病毒 讓蚊子來吸 那這樣子蚊子就會感染 你剛剛講到說 以登革病毒來講的話 並不是所有的 就是某些哺乳類 例如說人對不對 有影響等等的 可是以叮咬的對象來講的話 這個蚊子對不對 它叮咬的對象 當然我們在意的是人被叮咬啦 可是對哺乳類動物 有沒有什麼這種差別性 有 其實我剛剛說到 台灣有超過100種的蚊子 其實不同種的蚊子 它的這個實性也會有點 稍稍有點不一樣 有一些比較喜歡叮動物 有些比較喜歡吸人的血 不同品種的蚊子 它還是有一點點的差別 但是就是說如果說 它現在就是已經需要吸血了 那你只有一種選擇 不是 那以邁文 以埃及邁文來講的話 是 埃及邁文喜歡吸人的血 OK 喜歡吸人的血 OK 可是也會去叮咬動物 您剛剛講到說 是 老鼠或什麼 對對對 它也會去吸動物的血 OK 好 好 我接下來請唐中淳同學 我是北女中高二的同學 然後我想問的問題是 就是剛剛提到在工廠裡 會有兩個玻璃板 然後會加水 然後去判別這樣子的軟性別 是熊的或是齒的 功能或母的 然後我想問就是 剛剛不是有說 母的軟會比較大嗎 可是為什麼加水之後 它的軟會黏在就是比較上面的地方 不是應該在比較下面的地方 就是我們必須要篩選它的這個蛹 那我們的 它的那個做法就是說 兩片玻璃板 它其實並不是平行的 所以靠下面的地方 它會稍微的緊一點 那靠那個 比較上面的部分 會稍微寬一點 那所以就是說 你當一個杯子裡面 它有大有小的時候 那小的它其實就會卡在那個下面 下面一點的地方 那比較胖的比較大的 就會卡在比較上面 就會被卡住了 小的就會先跑下去 好 接下來我請黃承欣 我是中正高中高三的學生 然後我想問 一個是 就是我們之前學長姐做科展的時候 他們的實驗是用 迎波共振的方式 震斷解決的 就是震斷解決的器官 然後導致解決的致死 那可以用這種方式 以達到 減少病 減少 就是在它 自生源的期間的時候 減少它的產生 蚊子 蚊子的產生 這個方式建議嘛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用蚊子跟共生菌 有沒有可能 共生菌無法 共生的 無法 在蚊子身體內產 就是有沒有可能蚊子會 有一些野生的蚊子會抑制 共生菌的生存 這個科展是不是 就是蚊子是 是科展 生物科展 熱門的問題 是好 這李老師在底下說實 不要了解這個 OK 用 用音波去 去 這個效果怎麼樣子 你的 你所知道的是 顯然是效果不錯 才變成科展的 成果吧 對 這有沒有 有沒有能夠 這種大 能夠有應用的價值 或者說 這只是在實驗室裡頭 玩一玩可以的 其實這個是蠻 蠻有趣的一個方式啦 但是就是說 可能要注意的就是說 因為你用音波去證實 我不知道你是證幼蟲嗎 那你可能是 這是一個比較一個局限的 一個區域裡面 那你要想想看 在野外的話 那 你那個震波能夠達到多遠 你可能只是一個 一個 例如說 可能這個杯子的一個距離 可是你在 例如說 像我們去高雄看的話 它的這個 有很多的支撐源 是在一整條水溝裡面 那一整條水溝裡面 很多是在暗溝啊 那你根本人達不到那個地方 所以你要用音波 或是震波去震的話 其實 你當然在局限的小面積 小體積的水溝裡面 當然是可以 可是 這個在實際上應用的話 可能就會 會有一些困難 那就是說 然後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共生菌是不是會有 有可能失效 我不能說 不可能啦 只是說現在 初步的一些結果 是還 還看不到它有沒有什麼失效的地方 就看起來現在好像 它是我們一個可行的一個方式 那 有時候問題可能只是 還沒出現 好 好 我接下來請林俊偉老師 教授好 我是那個 是那個桃園過年國中的老師 是生物科老師嗎 理化 理化科老師 那我想請問一下就是呢 關於 這個共生菌的 抑制蚊子的實驗 在國外 在國外 化身在中國這邊已經有一個實驗 而且有取得相當成果 那是否在台灣這邊有 已經有開始進行這樣實驗的一個計畫 這個是 已經是這個 更高層的一個問題 其實 有 我們有這樣子的計畫 那 也正在跟 國外的一些 因為我們必須要進口一些 特殊的設備 因為這個已經是一個 我們算是一個 一個工業規模的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計畫 因為想想看 如果說我們一個小地方 每週要釋放五百萬隻熊的蚊子 表示說我們要生產出 至少一千萬隻蚊子 就一半會是公的 所以這個規模是非常的大 那 確實我們台灣是有這樣子的計畫 那只是說 這個計畫可能就是 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並不會是單一個計畫 也就是說 我們對於登革熱的這些 所有的抑制的這些 我們的策略 我們都不是要 不能只用單一個計畫 當然就是說 這個是我們 我們這邊可以做的 那當然就是說 一般的民眾 還有這個地區的里長 也要做配合資生員的清除 那當然就是說 噴藥可能還是會繼續噴 對 你剛剛提到說 在你的實驗室 經常都是幾千隻蚊子 對不對 活的蚊子 對 那跟百萬五百萬 其實數量級還差了好幾幾 對 所以你剛剛講說 這是工業級的 工業級的 工業級的 這個問題 對 那以成本來講 這個到底是什麼樣子的 約類是怎麼樣的 數量級的投資呢 假如說是你每天要 或者產生五百萬隻蚊子 OK 這個我們有詢問過 就是說 如果以新加坡他們的規模的話 那如果說以一個禮拜要產出五百萬隻蚊子 其實它的這個成本其實不算高 每天大概是二十塊美金 但是這個是maintain之後的這個金額啦 但是你要建立那個工廠 其實是那個 應該是一百萬到兩百萬美金 那建立之後你的maintain的費用大概是一天 這等於說是你蓋一個工廠 或蓋一個實驗室 也就是兩三千萬台幣嘛 對不對 這可以理解 所以養蚊子其實是不貴的 對不對 養蚊子其實是非常便宜的一個實驗 其實我們就是有一個蚊子館啦 我們實驗室就是蚊子館 OK 好 是不是還有第二個問題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你問的就是這樣 好已經回答了 所以進行中 好 我接下來請吳彥宗 老師你好 我是那個 目前是國小自由班老師 然後就是 第一個問 就是 用我三個問題啦 那第二個問 就是第一個就是 好像2002年的 登革二疫情 其實好 我剛剛看圖表 是 多 然後到了2014 其實好像是六七千嘛 隔年 15年整個爆 那 這個是 怎麼樣因素 問題是 剛剛有關基因轉子 跟共生菌的部分 那 就是目前希望透過 族群 取代那個 埃及班文 埃及班文的那個族群 可是 就一個 外來種已經規劃在台灣 其實像 有很多例子 像那個 青蛙 我們可能 它已經 變成 規劃種 我們要取代它的族群 都很困難 可是像 昆蟲這麼大量的一個物種 那個有效族群 在這方面的 就是 在做反應 有沒有把它考慮進去 就是那個族群 有效的 那個 替代的 那個方式 這樣子 OK 你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在台灣 2002年 2002年其實是有超過五千個病例 那2014年是 一萬四千 2015是 四萬三千 那 2002可能就是一個 一個 算是一個意外 那2014跟15 這麼高的話 其實 有非常非常多的原因 那2014年 比較複雜一點 2014年 如果各位 還有印象的話 7月底的時候 高雄有一個氣爆 那這個氣爆 產生了之後呢 它其實就是 會有 很多 很多 這個 馬路都整個都 都翻起來了 那 應該是好幾個街區 它其實都是 有點像那種廢墟的那種情況 那 那個時候是7月底 然後 如果各位 還有印象的話 那連續 大概就是氣爆之後 連續好幾個禮拜 又是下雨 那 那個時候 整個高雄的 所有的人力 幾乎都是忙於救災 那 所以 那個資深園的部分 等於就是一個雪上加霜 所以 高雄的話 那年的氣爆 是 有一個 一個很大的一個因素 在裡面 那 2015的話 2015又更複雜一點 因為2015的話 會有4萬3千例 其實 在台南 有 就佔了大概 一千 一萬五千例 就等於是 將近一半的這個病例 是在台南 那過去 台南是沒有這麼多的病例 以前的病例都是在高雄 那 2015年就很特別 就是台南 那 當然也是有人做一些 一些評估 那 後來發覺 有可能就是說 他的那個資深園 可能就是沒有做徹底的清楚 那像什麼是資深園呢 其實 在台南 他們 台南是一個古都 所以非常多公園 那他們有很多的榕樹 那榕樹的那個樹洞 它有很多分支 那個樹洞 都是一些 我們平常去看不到的資深園 那還有夜市 夜市他們很多會用那個棚子 那個棚子的頂上 如果說一下雨一積水的話 那就是一個很好的資深園 那噴藥都不會去噴那邊 噴藥都是去噴水溝啊 或者是小巷道啊 都沒有去噴到那邊 所以那個會是一個因素 那再加上 過去台南 都沒有很大規模的爆發 所以 這個也是提醒我們 就是說 像這些熱帶性的疾病 我們必須隨時隨地要 要注意 因為你說一不注意的話 可能就會爆發 像2014年 2014年在日本 它也有一個登革病毒的這個 一個 outbreak 雖然不多 他們大概140例 可是對日本來講 他們已經有70年沒有登革熱的感染 所以他們的年輕的醫生 沒有人知道怎麼診斷登革熱 所以一爆發之後 就一發不可收拾 那當然因為他們也比較 那個緯度也比較高 也比較冷 所以他們控制上是比較容易一點 所以這個是關於你的第一個問題 那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你說這個 阿吉班紋如果說 他已經是在 變成是一個 雖然他是外來種 可是他已經住下來 那我們要怎麼去處理 這個確實是不太容易 你的意思就是說 他是外國人 然後現在取得中華民國籍了 那我們能再趕他走嗎 感覺是有點這樣的意思 但是 因為畢竟他還是一個 再怎麼樣 他還是一個 畢竟他不是人 他是昆蟲 那當然我們剛剛有討論到 就是說 其實每個昆蟲對於整個 整個這個食物鏈來講 都是很重要的一環 那如果說我們要把這個外來種 即便他已經是 雖然他已經是在這邊落地生根了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要把它清除 其實這個 這個可能牽扯到的層面 甚至是到政治層面了 那我們能做就是說 我們能夠盡量的把它減少 盡量壓低他的族群 那所以這個 這個大概是我們現在能夠做的 你剛剛在演講的時候 我記得你有提到說 這個 起碼以這個差不多15年的數據 我們一個週期是12年 因為你沒有秀之前的數據 我們如果醫院診斷到這個病例的話 24小時之內要通知主管機關 那在1998年以前是沒有這樣子的規定 所以你這個12年只是說 第一個cycle 對對對 可能是12年 以後其實這個還沒有 以後不知道 以後不知道 是這樣 那因為登革任我們現在 那兩年 2014 15都是數萬 那死亡率呢 死亡率其實不太高 不能說不太高啦 就是 是有的 那那個 2015年大概有200多例的死亡 對 那多半是有那個糖尿病病史的病人 就年紀大的 因為你演講中有提到 對對年紀大的 對 好 其實也是很厲害 有還是會有 對還是會有 這個因為你4萬人200 這等於說是兩百分之一 兩百分之一的 好 我接下來請李露娟朋友提問 我是新北市醫學國中的老師 我想知道的是說 像 剛才講到那個 Ubaco 不是Ubaco 叫什麼 Ubacchia 這種病毒 細菌 把它弄到蚊子體內 那像我們人的話 如果有細菌病毒跑到我們體內 我們不是有白血球 可以去消滅它 產生抗體消滅它等等 那蚊子它們有類似這樣的機制嗎 這個 人的話就是有先天免疫 系統跟後天免疫系統 那你剛剛說到的白血球 這些就是屬於後天的免疫系統 那 節肢動物來講 它就只有先天免疫系統 叫做 Innet Immunity 那蚊子當然是屬於 節肢動物 所以它也就只有先天免疫系統 來運行 那 它其實在蚊子體內 它其實 也是會有一些 外來的 外來的 的這些 趴手菌對它來講 例如說它如果 受傷的時候 可能就會有細菌的感染 那也有一些昆蟲 它會被一些黴菌感染 所以對他們來講 他們 體內也是有這樣子的免疫系統 來做一個抵抗的這個作用 那 但是就是說 對於您說 這個 ウバキア它也是一個細菌 那會不會造成這個蚊子的這個 免疫系統的這個激發 然後來對抗它 這個是一個 一個 取得 如何取得一個 一個 平衡的一個問題 就像我們人體內也會有 腸道菌一樣 可是它並不會引發我們 強烈的這個免疫反應 那其實 這個ウバキア它其實 它就是在蚊子的體內 它能夠跟它和平共存 也就是說 它的 它如果量太多的話 可能它也是會被蚊子清除掉 但是它 取得到一個平衡 所以它可以跟它的 免疫系統來和平共存 好 我現在要替 一位在線上看直播的朋友 問 這問題 一位朋友David 他問 請問吃素的人真的比較容易被蚊子叮嗎 有這樣嗎 大家有聽過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 事情嗎 蛤 好 好 體質酸的人 好 這個 這個 其實跟吃素 跟血型 其實都是無關的 就是蚊子它會來叮咬你 第一個它就是被我們的體溫所吸引 那可能體溫高跟體溫低 有人會說體溫高的比較容易 但是其實 有人做實驗其實差別並沒有那麼大 因為我們體溫在怎麼高 比如說 以做都不生病的情況底下 可能頂多 好 36.8度 或是接近37度 剛剛運動完 那如果說體溫比較低一點呢 頂多是36.5度 36.4度 其實都不算 差別太大 那 第一個就是溫度啦 蚊子的 蚊子的體溫大概是28度 那我們人的體溫是大概 以37度來講的話 有將近9度10度的一個差別 所以那個對它來講是一個吸引 那第二個就是我們呼出來的二氧化碳 其實蚊子它對於二氧化碳的敏感度 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它是被我們二氧化碳所吸引的 這是第二個 那第三個呢 它就是被我們的體位 就是每個人的體位都不一樣 並不是有糊臭的人 比較容易吸引蚊子 它的喜好跟我們的這個喜好 是有點不太一樣的 不過這個好 那關於這個體位 這個有沒有例如說 吃肉跟不吃肉有差別 也許這是一個很好的科展題目 就是說你要班上OK 30位同學 我們就分一半說 你就對不對 就做科展 說不定 因為這個是 你給的是一個科學答案嘛 可是我們要有質疑精神 因為剛才有朋友說可能有傳說吃 所以你太太是吃素 這個是跟每個人的體位 那個是體位的差別 可是我們對 因為對人來講 我們可能對於那個體位的 的這個差別 我們可能辨識度不是那麼高 可是對蚊子來講 是非常非常敏感 不是不是那是跟體位 不是不是那是跟體位 那是 如果是你媽媽的要叫做 我關在這裏 這個也就沒有用 對 好 他用一些畫到你這樣 好 因為我剛剛講 就是我們需要有麥克風 不然的話你這樣講這個是造成困擾 因為可能 在看直播的朋友沒辦法聽到 好 我接下來請譚君偉同學 譚同學在哪裡 有沒有 不在這裡嗎 譚同學不在 他其實問了這個 八個問題 OK 因為我想我們已經過了三十分鐘了 所以我本來想說 請這個同學在八個問題裡頭 比如說跳重要的兩到三個問 然後我們這個QA session就結束 那我就替他問好了 為什麼只有母蚊才會吸血 這是第一個問題 為什麼 公跟母的這個差異 其實母蚊它並不是肚子餓才吸血 那它吸血是為了要讓它的這個卵巢可以發育 那它的卵巢的發育呢 它其實需要一些氨基酸 那這些氨基酸 只有從哺乳類動物的血液可以得到 它自己沒有辦法製造出來的 所以這個也就是為什麼 只有母蚊會吸血 那公蚊不會吸血 好 其實它有些問題我們剛剛已經回答 例如說它想 它要問什麼樣的人容易被蚊子吸血 對不對 這個我們等於有過討論的 好 還有它為什麼生長在熱帶地區 其實 好 再談一下 其實嚴格來講 就是說我們比較常見的蚊子 就是在熱帶跟養熱帶地區 那當然就是說跟它的這個 它的這個幼蟲時期 必須要在這個水裡面有關 那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說 你如果要讓它的這個族群 可以延續下去的話 它必須要能夠越過冬天 那所以就是說 因為熱帶 亞熱帶地區 基本上對蚊子來講 這個冬天不算太冷 以台北來講 即便是寒流來的時候 大概就是10度上下 那但是即便是這樣子 有些蚊子還是沒有辦法生存 像埃及班蚊 它就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看到的蚊子 多半都是在熱帶跟亞熱帶地區 但是一定有例外 也有人發現在這個 北極圈裡面有蚊子 那他們就是 他們必須要有一個過冬的一個機制 那通常就是用那個卵來越過冬天 來過冬 所以其實是有的 是有 只是比較少 韓代地區其實是有蚊子的 因為其實不要講蚊子啦 對不對 我們人類在要過冬 你這個在韓代地區 這本來也是要特殊的機制 或者是動物就用什麼 這個遷移的方式來處理 那蚊子其實可能 可能 沒辦法 他沒辦法遷移 所以他就是用卵 他就用卵來過冬 所以這是一個 好 蚊子的祖先是什麼 蚊子的祖先 或者是說那個琥珀裡面 其實就已經有看到蚊子啦 所以可能是自古以來就有 對 只是可能他的大小 跟恐龍一樣 歷史有 對 大小跟形態會有一點點不一樣 那甚至可能 可能早期的可能他是不需要吸血的 就是 例如說 那個時代如果說 在什麼 終生紀的時候 只有恐龍 其實我覺得那個 他基本上他是沒有辦法 他的口氣是 穿不過恐龍的 那個皮的 那其實現在其實有 真的是有一些品種的蚊子 他是可以不用吸血 就可以產卵的 現在還是有 只是比較少 所以我相信這個應該是 蚊子是應該是非常非常 我想因為他例如說哺乳類 對不對 這個是長溫 然後又有血液 所以可能也是跟哺乳類 興起一起 怎麼樣 互惠的一種 對 可能過去他是一個比較 艱苦的一個環境 可是現在 他的那個食物來源是比較多樣化 所以他也比較興盛 因為你剛才講到說 有蚊子 大到可以半個手掌這麼大 這個是紀錄上是最大的蚊子了 差不多是 可是他那個是 不會 他不用吸血的 對 他不用吸血的 OK 那個是生活在什麼樣的區域 那體是在熱帶比較多 在熱帶地區比較多 台灣是沒有的 台灣有幾種 台灣有幾種 台灣也有 對 台灣也有 比較少一兩種 OK 好 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問題 那我剛剛已經講了 我們今天的QA的時間 已經差不多是40分 超過40分鐘了 已經現在要4點半了 所以我必須在這一邊宣布說 我們今天的演講就到此結束 是不是我們再用熱烈掌聲 謝謝我們今天的speaker 謝謝各位 謝謝你 謝謝